牛蹄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口感十分筋道 但是制作起来有些复杂 先烧毛再清洗 尽可能地减少牛蹄的腥味 白大哥说 他制作的这道鱼酱酸牛蹄 牛蹄可以跳舞 这可引起了味道调查员的好奇心 那咱们就开始吧 接下来干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切点姜 然后加这个葱 花椒我们丢到大锅里面 然后姜水 切炖一下这个牛蹄 然后加牛蹄 这是四根牛蹄 挺重的 加水 水没过牛蹄就行了吧 好的 这个炖煮的时间是不是比较长 我们这个把它烧开以后 要小火调小火来炖 炖三个小时 将牛蹄放入锅内 加入清水 大火烧开后 转小火慢炖三个小时 炖好的牛蹄需要斩断切块 才能更好地跟鱼酱酸 脆哨结合在一起 味道调查员迫不及待想知道 白大哥制作的春节美味 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咱们现在来开一下谈 跟我们之前放进去的状态 不太一样 全部吸了 真的有那种酸味 颜色也非常的正 红亮红亮 入菜肯定非常漂亮 经过三个月的发酵 辣椒 米酒 完全融合在了一起 变成了颜色 红润鲜亮 味道 酸香脱皮 生津开胃的鱼酱酸 不管是鱼酱酸拌菜 还是鱼酱酸米豆腐 鱼酱酸倒甜鱼 芳香四溢 味道浓厚的鱼酱酸 都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鱼酱酸和牛蹄脆哨 到底要怎么制作春节美食呢 刚刚炼出来的这个猪油 来做鱼酱酸牛蹄 把鱼酱放来炒一下 先把酱香味给它炒出来 加牛蹄 切好的牛蹄 来 现在锅你会觉得它很轻盈 会弹 弹 弹 就弹去呢 会照顾的牛蹄脆 你看这个酱上晒了之后 就非常的有食欲 现在请欣赏小胡表演的 铁锅炖牛蹄 接下来我们就加水 再炖个半小时 然后我们再加上 自己喜欢吃的豆腐啊 蔬菜啊 甚至加上我们刚刚做的脆色 脆色淋上去 猪油烧热 加入发酵好的鱼酱酸 入锅的一瞬间 肉香与酸香刺散开来 浓郁的香气 已经让人食欲大开 这时加入剁好的牛蹄 软糯弹牙的牛蹄 被红艳的鱼酱酸紧紧包裹 每一块牛蹄 都随着锅铲的翻动 舞动跳跃 加水炖煮半小时左右 再加入豆腐 蔬菜 撒上酥脆的脆哨 一锅颜色鲜亮 酸香诱人的鱼酱酸牛蹄 就制作好了